大家好 我是小佐 今天是3月17号星期四 谈后我们继续跟进市场的表现 欢迎您为本视频点赞 那么今天的中暴消息呢就是亚马逊宣布完成85亿美元收购米高煤的交易 那么该交易的价值是85亿美元 那么随后亚马逊上涨了2.17% 这笔欧洲监管机构称这笔交易呢是不会显著减少欧洲市场的竞争 亚马逊称欢迎米高煤所有员工加入公司并将与工作室的领导深层次的合作 这个并称不会裁员 去年呢亚马逊提出了这个收购的意愿啊 好吧啊 这个事啊我们就知道就行了啊 那一会儿呢我们啊再跟进一下亚马逊的图表 看一看近期我们如何去处理啊分析和交易 好 想必市场上畅多的博主并不多啊 那我呢是在近几天开始恢复到啊 特别是从昨天啊 这个就开始有点恢复到弱势多头的感觉 那么今天的市场行情呢这个股指期货目前还在波动啊 但是目前看起来像是给出阳线的感觉 那我个人啊在裸开这个角度觉得啊 他有可能啊要遇到啊一定的阻力要给出一个啊试探了啊 看我们这么一条啊发现这个下跌趋势下正好是在这个附近 那接下来呢有可能啊在这里反复的测试啊 测试一下这个空头的抛压 那接下来啊如果这个空头的压力不大的话 那么有可能要再次恢复到啊继续恢复到多头的情况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呢就要到 呃4500一带哈就上面这个阻力区 好吧当前这个位置呢理论上是应该有的 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有阻力的啊 我们看到4小时图实际上已经运动到我刚才调整的下跌趋势线附近了 那么对于啊多头而言呢短线多头而言呢应该啊 沿着这个趋势线往上看啊 那我们不妨呢把这EMA打开会发现啊 他在4小时图啊正好是在最高的这个限制是吧 也是我们的下跌趋势线附近 那接下来如果不出现强势阴线的话 表明啊多头仍旧有意图线上走 如果出现强势阴线的话 我们需要啊再多等一到两根4小时K线看一看 下一根K线会不会给出阳线啊 那再次给出阳线的话 就是再次做多的机会 那当前这个点位呢又是临界位置了 对吧又是一个非常啊重要的临界位置 能否持续拉升啊 能否持续拉升是我们接下来判断 能否恢复到热食多头的一个关键 行吧嗯 那对于做空的交易者呢 他理论上他已经在这个空头队附近啊 在这个趋势线附近啊 就已经在布局这空单了 当然他也会带好相应的小只损的是吧 这个是标普 但我个人是有点不倾向于做小空头啊 不不倾向于左啊 现在有点不倾向啊 再看一下好吗 好我们再看一下日线 日线呢上方也是遇到了这个阻力区是吧 所以多头近期的顾虑呢 就是在相对偏空的一个状态下 能否让市场维持一个弱势多头的上行的一个走法 虽然我个人是有点倾向于这样的啊 但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的确认啊 那么已经连着涨了三天了啊 估计呢在这里要稍事停顿一下 好这个是标普 呃那么纳斯达克也是类似哈 纳斯达克呢呃 也是在这个下地区附近啊 甚至啊突破了这个下跌趋势下啊 大家看到所以呢标普刚才我们调整这个线啊 啊我们调整这个下跌趋势线实际上我更喜欢哪个呢 更喜欢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更多的触点 看到吧 这有一个触点 这个触点 这个地方是一个右都啊 是一个假突破是吧 这就是我们当时说的啊 突破回踩再止跌再进会更好 是吧 啊现在啊 这样会更符合趋势的一个特点 那么纳斯达克就正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啊 更多触点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对吧 所以啊 纳斯达克反倒啊 率率先上去 但是呢 鉴于上方的阻力区相对较多 那么多空双方呢 呃 特别是多头要啊 许许啊 这个建造啊 通知你的止损呢 啊 应该啊 比如说放在放在昨天这根k线的低点之下 那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多放在哪呢 可以放在比如说 一万三千五百点这个附近对吧 去看多 那他呢 在四小时级别也是遇到了一个下啊 所以我是觉得啊 会在这里稍市停顿一下 再看一下空头的抛压 最后呢啊 考虑是否恢复到啊 真正的一个更强的多头范围里 好 多空的分析呢 在这样的一个行情中总是出现啊 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啊 近期给我的感觉呢 是一个无需震荡啊 但是一旦啊 我们之前假觉得他可能会走空啊 他进入到一个无需震荡行情呢 也就意味着空头有可能不愿意啊 这个深打 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理论逻辑 同时呢 在技术位上也确实有对下跌去伤的一个再次的突破 那么今天呢 在日内完成了一个回踩拉升啊 所以后续呢 仍旧有望啊 在这里啊 向上啊 再试探一下 好 这个是纳斯塔克 那么罗素和道兴斯是类似啊 我们看一下原油 原油今天啊 涨幅比较大 目前是涨了8.7%哈 但实际上呢 他的这根K线呢 是和左边这根K线啊 相对应的 我们看到啊 下跌趋势线啊 突破 直接就上去了啊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那我一直是希望他给出一个回撤哈 很显然啊 没有给 那也就是说啊 之前这个回撤有可能就是 啊 就是啊 就是在日内啊 就直接上去了啊 那我 我还是啊 觉得啊 多头呢 应该等待一个明显的 至少四小时级别 几根音线啊 然后出现阳线的时候 再进去做多 那现在可以做空吗 嗯 嗯 我觉得做空的点位偏低了啊 做空点位稍微啊 比如说110 110一带 105到110一带 这个位置 107啊 这个位置 如果出现音线的话 四小时级别 做空会好一点 说现在呢 多头这么强 默然的去做空 可能回撤的深度 就不一定很深 啊 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啊 嗯 看一下回落的一个情况 好吧 这个是原油 呃 那么黄金呢 我们看一眼啊 嗯 黄金呢 我们啊 看到他在这里 有回落的迹象啊 那么后续呢 我们要看他在 我们画一个可能的支撑啊 他在1920一带的 一个支撑的一个情况 均线组 哎 差不多啊 呃 当然也可以在这个 四小时K线上方 挂一个多头的突破的啊 但我是觉得应该再稍微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继续回落一下 嗯 让他止跌之后啊 给出阳线之后 再做多他会啊 相对稳妥啊 这个是黄金 黄金呢 就是这样啊 你看他之前这历史上都是啊 下跌 然后反反复阵啊 所以近期都是做超短线的一些机会 而不是更长的波段 对吧 他这里反反复阵啊 阵完之后呢 再给你上 所以呢 如果你是看啊 更长的一个啊 就是中线偏短线 那个对吧 而不是超短线的话 你应该等待一个止跌 等待一个止跌 出现一个阳线之后啊 再做多头 嗯 所以有没有可能走空 嗯 应该我是觉得呢 既然那个下跌小去是啊 给出了一个突破啊 应该是要在这里阵一阵线 好吧 至于会不会走继续走空呢 还要看一下啊 不要急 不要急于判断 因为现在多头好像更强一点 好 这个是啊 这几个主要的标的 其实均线组啊 也好 其他的 嗯 我们后续在在意啊 就是怎么去看 那么对于个股而言呢 我们先看一看今天的表现 那么今天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啊 大马股今天是啊 给出了一个强劲的反弹 按照均线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切完了四小时图 能感受到啊 这个反弹的力度 还是很强的啊 但注意啊 当时当前对他来说 仍旧是反弹 那么他下一个啊 可能的阻力位呢 就是这个蓝线附近 这个均线上啊 这就是系统默认的啊 这个均线组 EMA 那么他反弹到这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一下 那如果他 如果应该 我我觉得啊 理论上应该给一个回落啊 给一个回落 好吧 这个是多头 如果回落在直跌的时候啊 我们也要找到这种 像这种小的双重底啊 去做啊 去突破 然后到这个绿线这啊 一步一步的 在这绿线啊 对应的阻力区呢 可能就偏高一点啊 大概是在这附近了 对吧 所以我们啊 这个多头的第一个目标位啊 应该是在这儿 大概是在三块七 三块八 三块七毛五吧 回后呢 看回落的一个情况啊 回落比较弱势的话 应该继续看多到第二个指引位 大概在四块五 四块到四块五之间吧 这个绿线附近好吧 那么第三指引位呢 当然就是更高了 所以我是觉得系统默认 这个均线组也是比较可以可以看的啊 但想要走那么高的话 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啊 我们啊 需要分布去看 这是我自己的 画线啊 就是目标位啊 但不一定一下就上去啊 他可能在上的过程中呢 给出啊五辆的结构 一二三四五 对吧 到时候还要下调这些线呢 因为这个线再往右移动 对吧 好 这个是大马骨 那么大马骨有没有啊 这个ACB我们看啊 有没有可能性啊 这刚才我们看的是四小时候 有没有可能性上去呢 坦白说啊 就算刚才分析的 他即便上行呢 应该会很 有有很多的一个洗盘的运动啊 应该有很多洗盘的运动 好吧 这个是大马骨 呃 对于亚马逊来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对他的一个 其实亚马逊近期的一个新闻面 消息面还挺多 是吧 他一方面 他有一个一比二十的拆股 另外一个 是一比二十还是一比多少了 一比一百 一百一比二十 嗯 另外一个就是 啊 有100亿美元的这个回购的计划 果片回购计划 那么近期对于啊 好莱坞的影片公司 米高梅的一个 呃 收购啊 基本上正式宣告了 对吧 所以对他来说呢 呃 近期还是有利好消息 大家可以感受到啊 这个 这个亚马逊有 有向上走的意图啊 我们看一下啊 他有没有向上走的意图 有 我是觉得有啊 他和这个 和这个标 和这个纳萨克指数 类似啊 但是呢 就到这个无需震荡的地方 所以近期近期我们都是 呃 分批啊 去买一点 低配一下啊 那么呃 其实在均线上 我们看一下四小时图 呃 有的人喜欢这个啊 那么到这个位置啊 大概到三千二百一代啊 可能会遇到一定的阻力 为什么 因为他上方确实有很多的这个阻力啊 所以到这个位置有可能会回落啊 有可能会回落 好吧 但回落之后我们再看啊 能不能止住啊 那么再止的话 如果后续真的恢复到多少 他务必在这个蓝线的下跌趋线之上止住啊 然后呢 继续向上攻 对不对 好 这个是亚马逊 好 呃 近期对 我觉得大盘呢 也可能就是在高位的一些震荡啊 震荡 好 但是啊 当前的波段呢 是上行的波段 嗯 这个是亚马逊 那么其他的股票呢 我们今天盘前分析 可以看到今天的大部分股票都是在涨 啊 这个小空气车今天反倒跌了啊 我们不分析他 因为我们说来着 不要去追高 应该等待回路啊 看一看分批布局一下 是吧 我们看一看其他的 嗯 Facebook我们看一下啊 这Facebook有没有可能指定啊 我们今天盘前说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我们看看 呃 这个FB 他指定的话 那么目前由于他跟这个均线啊 太那什么啊 太那是啊 太远 我们近期的一个技术位 我们看一看可以看一下这个四小时图 嗯 嗯 那么第一指引位呢 肯定就是在这个蓝线附近了 也就是其实啊 他这些均线啊 跟我们之前画的这些支撑阻力位啊 都是对应的 大家看啊 啊 好 这是第一指引位 大概在210到215之间吧 210就是蓝线附近吧 第二指引位啊 就要更高了哈 可能要到这个绿线附近 对 这随着时间的移动啊 这绿线要往下移动的啊 好 这就是近期短期的一个行为 那到这儿我是觉得可能会给二浪啊 一浪 二浪 再指跌给出四小时级别的阳线的时候才记得啊 然后奔着三浪去 对吧 然后四浪 我觉得这个这个模式也不错哈 那原来有纯裸K的大部分人啊 应该接受难度比较大 因为他也不知道我眼镯子里到底看的是什么啊 我看到的是相对强弱 我看到的是指低或者不涨 我看到的是不同的啊 但是这均线组我觉得比较容易是吧 你看 他正好看我们这个对应 对不对 好 这是Facebook 好 那么我们要提防二浪的一个给出 二浪呢 务必啊 要收二浪的低点 务必要比这个185这个低点要高啊 随后呢 就可以继续做多 好 这是Facebook 嗯 啊 我们再看其他的 嗯 木兰啊 MUN 这个图呢 我们之前分析过 我们当时在日线用了K啊 数了一下浪啊 就是 一二三四五 觉得这会停啊 但是这五浪有所延伸啊 那么在 理论上我们谨慎的做法是在这个大的下跌区线附近啊 就是说 他直涨了 对吧 那很显然他没有啊 他继续往上拉升了 我们看下四下日图 他实际上运到了这个绿线附近 那目前是给出一点啊 今天是暴涨39啊 然后啊 给出一点回落 这后续会不会啊 继续回落呢 坦白说啊 对这种啊 这个腰果 这是不是腰果 有人说是啊 我说也是 他从15块钱一度跌到了五毛钱 这是不是 那现在上涨会一直延续吗 理论上我们已经把重要的主力去画在这了 说为什么这个地方追啊 你看这个地方 砸到这的时候有粉坛啊 对吧 所以啊 他到这可能会给出一些停队啊 也就是回落 那么回落的一个趋势呢 我们是按照这个趋势先画 在四小时头上去画 看看回落到这个会不会回落 说现在追高的话 不好追啊 不好追 嗯 下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呢 就是这个阻力位 就是当前这个位置 大概是两块九一代啊 今天日内就已经给出一些回落了啊 这是日内的一个四小时的K线 对吧 那么下一个重要的阻力位呢 我们要就往上画啊 大概要到到这个这个这个红线这 大概是在五块钱一代了啊 五块钱一代好吧 所以这个图呢 也是有潜力继续涨的 那如果多头实在是想要去追多的话 按照这个移动均线的这个模式的话 可以把这个我们的趋势线画在这 那多头如果进场的话 明天看到止跌的话 止准应该放在两块三这样 就差不多 对吧 如果低后两万三千出来啊 表明他要要回回踩这个 这个这个蓝线的趋势线啊 但大家发现没有 这个图呢 有加速上涨的一个态势啊 所以光数浪也不行啊 这个已经溜浪了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在这个附近能止住的话 那应该去做多啊 去奔向四块五到五块之间这个空间 好吧 有大概翻一翻的一个可能性 但是如果明天比如三十分钟图 没有啊 出现止跌 你看现在有点有点遇到阻力啊 跌下来啊 发现他继续往下跌 比如说跌到了我们画的这个蓝线附近啊 或者是跌到了两元 到一块七之间这个位置啊 他这个附近 再止住的话啊 再进也是OK的 好吧 再止住的话 再进做多 但是止损一定要小啊 毕竟啊 这个是个腰股 好 这个是这个图的分析 它是有可能继续涨啊 按照四条图 它是有可能到这个五块钱一带的啊 好吧 有可能 但是在这个位置应该会有 会有点反应啊 会有点反应 好 这个是木兰 未来汽车今天啊 不涨不低啊 我们在四小时 我们在我们先看日线图啊 这个日线图呢 啊 其实日内呢 给出一个回落啊 随后又拉起 表明呢 还是有抄底的 说为什么会抄底呢 因为近期的微星反转太强了啊 所以啊 没有抄到最底部的 很多人看到之后就会慢慢的布局啊 这就是今天这个更下的意义 有的人在进进底 进场啊 虽然没抄到最底 但是他觉得这是线好价 现在进也正好 是吧 后续呢 应该慢慢的去布局多单 那么在四小时图上 我们看一下 四小时图呢 它实际上啊 第一只因为 当然是我们这个蓝线下跌区 下跌区附近 也是这个蓝线的弯曲的均线上啊 大概是在21一带 可能会遇到阻力啊 那这次如果市场也都比较强势的话 可能会直接突破上去到25元一带啊 也就是绿线附近 那横线方向对用这个阻力区啊 然后啊 就给出一些回路啊 因为他突破上去之后呢 要给回踩确认 行吧 好 好 这个是未来汽车 我觉得应该布局啊 应该去布局 这是未来 但是未来不结归布局啊 你要看明天的一个止跌的情况啊 明天如果是下跌的话 你就知道啊 它是一个拉升 然后回路啊 然后再止跌 它实际上是一个次低点的进场 也是OK啊 不要频繁的去追高 有时候呢 在四小时级别上 等待一个回路啊 止跌了之后啊 再进会更稳妥 嗯 英伟达呢 英伟达今天涨的其实并不多哈 只有1.1%的涨幅 在四小时图上就是在测试这个 红色的这个均线啊 均线 好吧 估计呢 估计呢 要在这里啊 继续往上走 到250一带 260一带 对吧 这个位置 然后呢 稍时回踩 看一看 所以我们说啊 近期大盘要看回踩止跌的一个情况 对吧 突破回踩止跌的情况啊 需要确认啊 之后呢 啊 这个多头波段就稳妥 相对稳妥 但是在上行的过程中 一定会遇到左边的阻力区的 因为这是一定的啊 因为左边有很多很多套牢盘啊 好 我们看一下plt2 嗯 plt2 我们看 先看日线图 再看4条多 日线图呢 啊 现在呢 有呃 对20周期均线的一个向上突破 20均线的一个线上突破 那估计呢 会奔向13块5一带啊 啊 但是盘后啊 有所微低啊 这微跌呢 应该是对这附近的一个回踩 我是觉得应该去触碰这个啊 下一个阻力区 大概是在这附近 啊 当然有也有可能完全就图提前夭折啊 因为他毕竟是在空头的范围内 那对他来说 我是觉得可以慢慢的低配啊 慢慢的布局的 嗯 我是觉得是可以这样啊 有可能到这个蓝线附近啊 再给停顿 行吧 不要先不要看这个盘后啊 明天盘前再看 好吧 啊 那么后续上行的过程中 他也会啊 一步一步的去测试这些重要的阻力位 对不对 啊 所以啊 我是觉得一步一步上吧 哎 好 这个是PLTR啊 那这是日线图啊 那么在四条图 让我们看一下细节 嗯 之前都被蓝线的均线压制的啊 蓝线是 6060周期的啊 这个四小时图的 那接下来有可能的奔向这个绿线啊 对吧 啊 奔向绿线之后 给出一些回落啊 再指定的话 再布局 再往上冲啊 再往上冲 冲到这个这个位置 好 这个是PLTR 17块一代是近期的一个终极的位置 为什么 因为17代正好是这个大顶的一个下边沿啊 这个是PLTR 好 我们看一下啊 今天肉库也是有啊 直接的一个强烈的意图 那么在四小时图上应该是要去测试 135一代啊 135 136这一代 好吧 也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指引位在这附近 再回落 再指跌才能再重新布局 好吧 那么现在追多的话 只存也要小一点 啊 只存比如说放在110 112啊 这样去做一个到这的一个多头 回落的时候再指跌再近 好 我们看一个特斯拉 呃 特斯拉呢 我是觉得啊 它和大盘类似哈 都是在这附近要稍事整理一下 但我觉得应该布局多单哈 应该布局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多头 空头趋势线啊 已经被突破上去了啊 应该慢慢布局啊 好吧 这是我的看法 有人说快跑啊 我我我不这么认为啊 我不这么认为 因为他没跌跌不动 目前来看跌不动 但我们的计划是什么呢 就是在800一代作为减仓位就可以了 跌破800要减仓 或者是跌破750你就简单 不跌破的话就还是拿着 他是龙头骨啊 他的是吧 他跌不动 好 看最后一个 WKHS WKHS呢 啊 我们进 我们啊 前两天提了一下啊 他还真突破上去了啊 我们把这个均线组删一删一删 看一下均线组 你看 在日线级别 他有对蓝线的一个向上突破啊 那么后续呢 我估计呢 稍事回踩前蓝线啊 就继续向绿线 大概五元一代去迈进了啊 我们最好是看四小时图 四小时图呢 应该去测试一下这个红线 这个趋势线好吧 也带这个趋势线 是250周期的均线啊 好 有有可能啊 有可能因为这是一个双重底 而且右侧底要偏高啊 所以有可能向前 同时呢 我们在裸K方面应该也知道啊 这个位置是个阻力区 他突破上去了 那接下来呢 他就有可能去下一个阻力区 对不对 这个阻力区啊 正好到这五块钱一代 对吧 随后呢 就可能会回落了 嗯 好 呃 我们后续呢 增加啊 对这种均线组 不同均线组的这种利用啊 让大家对裸K 有更深刻的认识啊 好 我们今天先这样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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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